生活有点苦,不妨加点甜,在各类影视剧题材当中,很多观众都偏爱现代偶像甜剧,因为这些剧集轻松和谐且愉快,让人看得心情舒畅,特别解压,严肃的故味因为灵芝笑的温暖、乐观、坚韧等品质打动,最终默默地爱上了这个元气女孩。 这部剧的剧情利益并不值得推敲,而且意义也不算很深远,就连剪辑也有些漏洞,但好就好在这部剧轻松有趣,男帅女美的设定,很有恋爱的氛围感。 另外,杨子和肖战的演技也很在线,再加上剧后的小彩蛋很有新意,总体来说还是一部很下饭的剧。 另外一部是前段时间热播的奇幻爱情剧《我的反派男友》,这部剧豆瓣评分高达7.1分,是由陈哲远搭档沈月主演的剧集。 这部剧的利益很独特,讲述的是爱好写作的男星意外唤醒了书中的反派角色肖无敌。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相遇之后,发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,整个氛围轻松愉悦,让人越看越上头。 剧中的虞书欣和丁雨昕与角色的适配度都很高,代入感很足。 总的来说,2021年,这四部现偶剧都具备一定的亮点和看点,属于不相上下的四部剧,余下三部剧难以超越。 除了这两年的现偶剧,值得一看之外,2020年度播出的现偶剧《半是蜜糖半是商》也一度引起了追剧热潮。 这部剧最终豆瓣评分6.8分,2019年则有杨子和李献主演的现偶剧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该剧豆瓣评分6.6分。 整部剧追下来又轻松又甜蜜,是非常值得N刷的现偶剧。 以上这九部现偶剧,每一部都值得欣赏,哪一部是您的最爱呢? 第九部剧 南酒 Hos Aah 今天 שנ丢队椅 Sit